化粪池中伸出两个针得像同龄的大眼珠子 没等男人反应过来 一只修炼千年的赖蛤蟆精折腹而出 想当年天鹅肉吃不到 今天就拿你小子来打牙剂 被吓坏的男生 本能地躲开他的铲蛇 一旁的笑天犬朝着蛤蟆精不停狂吠 试图吸引他的注意力 显然他对狗肉不感兴趣 继续朝男生射出一发八百米大鞭 眼瞅着即将被裹鞋入腹 笑天犬及时过来护主 但也彻底激怒了这只蛤蟆精 开始对它们穷追不舍 索性在狗子的指引下 躲进了一旁的豪华房车之中 才没能变成怪物的一坨响 男生才终于有机会在此处歇个脚 回忆一下往日青春 这个世界原本是那么美丽且和平 七年前自己原本在山上正要和女友嘿嘿嘿 但一颗小行星直奔地球母亲 人类为了摧毁它 发射了大量特制导弹 然而火箭中有大量的化合物 它们落入地球 导致所有冷血动物的巨大变异 它们变成了巨大的怪物 把人类当作小典型 人类和怪物爆发了一场战争 可惜以战败告终 全球95%的人都死了 剩下的人只能活在地下 陡然从地球霸主 变为食物链最底层 这滋味可想而知 更让乔尔颇为煎熬的是 自己已经与女友艾米分别七年 在这个地堡里 每日每夜听着隔壁的小情侣在挥洒青春 直到上一周 才偶然通过无线电台听到艾米的声音 从此以后 乔尔都对他魂牵梦莹 无不希望立刻马上冲到艾米面前 但他的据点离着至少130多公里 少说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到达 别说乔尔这个连弓箭都拿不稳的小伙子 就算是专业武装部队 最多也只能在地表上撑过80公里 可这种孤独乔尔一刻也不愿再忍受 同伴们见他如此执着 也只好给他换上新装 祈祷他死的时候能够少点痛苦 乔尔走出避难所 发现他甚至分不清东南和西北 只好朝着一个方向 一路走到黑 幸得求爱之路上还遇上一条流浪犬 为男主也提供了不少帮助 警告他不要吃这种鲜艳的浆果 乔尔也是走走停停 走马观花式的欣赏 这个末日之后静谧的景象 某日乔尔像往常一样画着宝可梦图件 结果他落入了一个大洞之中 但这个洞极其归整 而且洞底堆满了骨头 边缘有无数的小孔 里面全是沙地摊食怪 这可吓坏了乔尔 幸运的是 一根绳子突然掉了下来 乔尔才没被撕成碎片 扔绳子营救的是一个大叔和小萝莉 他们已经在地表上生存多年 即使是这个看起来 只有一丁点大的小女孩 也要比乔尔厉害数倍 三人一狗结伴同行 一路上教会了他很多实战经验 甚至还遇上一只蜗牛板石赶当 通过他们的眼睛 就能看出他们是否温顺 在小老师每日的培训下 乔尔的弓箭技巧愈发成熟 三人也培养了深厚的友谊 但乔尔终究还是要去找心中所爱 而大叔他们的方向则是远处的山顶 虽然很不舍 乔尔还是送给小女孩捡来的一根口红 大叔则送给他一颗手雷 让他好好保重 几人告别之后 乔尔再次踏上一个人的路程 但当他踏进一处森林沼泽时 狗狗突然停了下来 还露出一副极其恐惧的样子 最后连整只狗都蹲在一只大黄鸭下面 乔尔看着地上的触手 很快就明白了 一只巨大的蜈蚣潜伏在地下 现在才显示出可怕的全貌 虽说乔尔已经在地面上冒险到如今 但这次还是单兵作战 着实还是被大蜈蚣猙獰的外表给震慑到 奇怪的是 大蜈蚣对乔尔丝毫不怎么感兴趣 锤飞到一旁后 转身就缠住了大黄鸭 抑郁吃掉这条可爱听话的狗狗 乔尔也终于缓过神 大声呵斥来吸引怪物的注意力 在他几发百步穿扬的弩剑下 大蜈蚣化为一缕青烟 从此倒地不起 刚才吓得瑟瑟发抖的狗狗 赶紧扑到主人的怀里 用自己的方式再向他感谢 而今晚的这场暴雨 也象征着乔尔重获新生 他不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男孩 而是变成了一个有担当勇敢的男人 在这里 乔尔还偶遇一个只剩一格垫的恋爱机器人 在他的陪伴下 十分难得地观赏着雨后出现的天空水母 这番惬意的景象 让乔尔感叹大自然不危险的时候 还是十分美好的 为了感谢机器人一夜的萍水相逢 乔尔还特意为他挖了一个专门的目的 就继续上路了 不过路上很快就又遭遇了新的危机 突然发现土地莫名其妙地拱了起来 甚至还出现了一个鱼鳍般的形状 这一定是大叔曾说过的沙地女王 他对声音极其的敏感 地面上任何响动都逃不过他的注意 乔尔深知这一点 他捡起地上的香蕉玩具扔出去引诱怪物 他和狗狗则趁机一路狂奔 那怪物所到之处皆寸草不声 乔尔被追得摔倒在一处湖泊旁边 不容多想 就搂紧他的狗子躲在枯树干中 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即使那沙地女王离他只有一毫米 也不能动一下 所幸他随后就再次钻回地底之下 可这时狗狗看到前主人的裙子被吹到水面 奋不顾身就冲过去捞他 果不其然又把怪物给吸引回来 乔尔这下也豁出去了 他想起包中那颗手榴弹 在倒计时的最后一秒 把怪物扎得得粉身碎骨 乔尔为自己胜利在河里欢呼起来 突然感到一阵臊痒 才艰难地爬上岸 这时他发现自己身上覆盖着可怕的血脂 胜利的喜悦一扫而空 转头就将所有的怨气发泄在小狗狗身上 这番话也刺激到羞沟 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 再也没有回来 乔尔指得一个人上路 却发现整个世界都很迷茫 原来被血脂咬后中毒了 产生了幻觉 恍惚中他发现几个黑影正在接近 其中一个似乎是他的女朋友 他鼓起力气亲吻自己的女朋友 却很快失去了意识 当他在睁开眼睛时 他发现自己在他女朋友的避难所里 原来是自己被碰巧出来觅食的女友等人救了 但刚才有一小段错觉 就是他吻的不是自己女友 而是另一位幸存的老头 这是得让乔尔好好回味一会儿了 乔尔走出避难所后 发现这里的幸存者普遍都是老人 那岂不是自己就没竞争者了 让乔尔一阵窃喜 不过他们今天都在忙碌着什么 这是因为今天一位船长带着他的水手们来做客 并承诺把每个人都带到海上生存 幸存者正在为他准备欢迎聚会 派对前乔尔跟女友酗酒 却发现对方的表情不对劲 言语中透露着隐藏的尴尬 他们已经七年没有联系了 在此期间 艾米已经有了另一个情愿 虽然对方一年前去世了 但他仍然不能忘记 还需要时间才能走出来 乔尔立刻意识到现任已变前任 自己奋不顾身地千里追爱 到头来只是一厢情愿的自我感动 他得好好自我消化一番 之后前女友和大家一起去聚会狂欢 而乔尔则怀念地堡里的老朋友们 他用无线电联系过去 朋友们都为他的幸存感到高兴 对他那些奇怪的冒险感到兴奋和不可思议 最后他们还透露 他们的避难所已经耗尽了所有的食物 恐怕他们不会坚持太久 可话说到了一半 信号就莫名其妙地中断了 乔尔忍不住担心 下定决心要回去帮助他们这些伙伴 乔尔注意到桌子上有一盘鲜艳的浆果 而且船长邀请大家吃饭 还拿了一杯酿酒给他喝 乔尔仔细一看 觉得不对劲 这不就是他以前想吃蛋被狗提醒的有毒浆果吗 他想去阻止所有人 但现在已经太晚了 每个人都被毒浆果迷住了 甚至乔尔自己也被他手下给打晕了 第二天船长洋洋得意 向大家揭露了自己的阴谋 原来他根本不想带大家出海求生 只想抢走大家的补给和物资 他已经做了不止一次了 由于能源短缺 他还炫耀自己的船现在没有燃料了 但是他们有一种新的拉船方法 在他的启动下 一只巨蟹轰然上岸 原来船长用铁链抓住了他 他可以通过电机来刺激螃蟹 从而控制螃蟹做任何事情 但巨蟹也得补充能量才能继续为他所用 所以这火人就是他的盘中大餐了 沙滩上的人健壮吓得四散开来 但房门早已被铁链拴上 乔尔和艾米都摆脱了束缚 决定输死一战 乔尔主要面对大螃蟹 而艾米则去对付船长和他的两名水手 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 乔尔抄起海王三叉戟 一个滑铲家撑干跳 竟把这几吨重的怪物给撬翻在地 一旁的人都看傻了眼 但在船长的惦记之下 怪物再次苏醒过来 一把锤飞了乔尔 就在他倒在地上束手无策时 天空一声巨响 狗狗及时杀到 他先吸引住螃蟹怪救了乔尔 然后在艾米的助攻下 让导弹物射到怪物身上 那火坏人见情况不妙 救驾快艇先一步回到船上 留怪物继续替他们战斗 在之后的对峙中 乔尔发现了怪物的弱点 于是接过艾米递过来的枪 准备给他最后一击 但他发现这怪物眼神清澈 天性并不坏 只是被船长用电击胁迫 于是他转过身打破了链条 给了螃蟹自由 他似乎也通人性一般 没有继续伤害这伙无辜的幸存者 转身游回海里 给予这伙坏蛋应有的惩罚 最后乔尔告别了每个人 回到了最初的避难所 这次又是一个七天了 他用自己的精力证明 虽然地表上很危险 但他仍然可以生存 他带着队友去地上生存 呼吁更多的人通过无线电 在地上生存 就连艾米避难所里的人 也响应呼吁出去探险 而远在山顶上的大叔和小女孩 也收到了乔尔的消息 期待着能与他相遇的那一天